欸大家好我是電腦王阿達 那之前阿達拍過一片影片 就是把你家的舊電腦裝ChromeOS之後 就可以備物再利用了 那個影片的反應非常非常的好 其實讓我有點驚訝 因為我不知道說大家對ChromeOS的這個系統 有那麼大的熱情 那也因為這樣子 也引起我另外一個主題的發想 就是說啊 我一直想買一台真正的Chromebook 來玩玩看它長什麼樣子 因為現在我們雖然是自己慣了ChromeOS 或者是用Core Ready 但是它畢竟都不是一個市售的Chromebook 但是Chromebook的價格呢 它低接可以非常非常的低接 然後高接可以非常非常高接 高接其實正在講也是賣到 三四萬塊五六萬塊的 但是如果你只是拿來做上網的動作的話 千萬不要買那樣的東西 那它低接可以低接到什麼程度呢 就是今天為大家開箱的這台 由美國一個比價網站 買回來的一個ChromeOS 而且是紅機的 台灣沒有賣 它的型號是311 它這一款呢 如果說是在台灣 紅機有賣的型號的話 它是有觸控螢幕的 剩下幾乎都差不多 那一台紅機自己賣 9900塊 我從那邊買回來 含運費 才100多塊美金 非常便宜 也剛好啊 趁這個機會 讓大家看一下 一個正統的 便宜的Chromebook 它能夠做什麼 它的極限到哪裡 那接下來 我們就直接開箱 然後直接看看它能做什麼 那為什麼Chromebook會紅呢 因為這兩年 因為疫情的關係啊 很多人就是在家上課 或者在家工作 那那個時候大家才發現說 家裡沒有筆電 所以就變成說 這種便宜的小筆電 又突然之間爆紅起來 那這種筆電有個優點 你如果單純的只是為了上網 寫作業的話 它真的是OK 但是你要做多呢 玩電動呢 就不要想啦 那裡面有這個 引電本體 整個都是塑膠 上面這裡呢 有一個Chromebook 背面是長這樣子 沒什麼好講呢 等一下我們再看它的B鍵和C鍵 那裡面這裡呢 是個簡易的說明書 好 看一下 電源線 美國的是跟台灣長的一樣 但是電壓不一樣 但是這種東西有變壓器你就不怕 它220台灣也可以用 這個一樣是PD供電 那個一般的小充電器也可以用 好 接下來我們直接來看看 筆電本體部分 認真來說啊 就整個都是 非常縮料感 那邊框也是無敵的寬 當然了 上面一定不會有注音鍵盤 它的螢幕呢 是11.6吋的螢幕 它搭載是聯發科8183的處理器 我也是因為看到 然後誒 既然是這麼奇怪的處理器 我就非常的想買 在旁邊這邊 一樣有3.5N的一個耳機孔 那Type-C的連接附 那這裡有一個Type-A 那號稱啦 它續航有15個小時 那接下來我們直接開電源 這開機還蠻快的 因為這種輸入系統很簡單 那大概簡單講像它其他配置 它除了搭載聯發科處理器以外呢 它記憶體只有4GB的RAID SSD只有32GB 而且它是用最便宜這種1NC的顆粒 國外比較高階一點 Chrome不可能 它其實是可以跑Enjoy的軟體 那我們自己灌的其實都不自由 這我自己用 那接下來就要輸入我的Google ID 這邊可以裝APP 所以真的可以裝APP 這邊就跟我們自己裝Chrome OS的移電是不一樣的 像這邊它最後已經可以裝APP 但是到底是不是裝裡面的APP 我們等一下繼續看 這個其實認真來講蠻聰明的 結果進來之後呢 它就自動幫我切語氣 由英文變成中文 因為它知道這個是一個使用中文的人在用 然後同時我的外掛 也全部都進來 數千也同步 所以這個認真來講真的是很聰明 先看我們變得滑達完蛋 好 正常 瀏覽效果 認真來說其實蠻OK的哦 大家可以看這個 觸控板跟手的流暢度 我是覺得還OK 看起來蠻不錯的 都可以 這邊都正常 都正常 不錯 不放影片 阿達神社王國學系 非常典型的3A大幅 他要典型的流暢的語氣 或解析都不笨 當然是不要開到最高 只要用異色畫質跑 都是能流暢數量的 好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Youtube 除了玩一般的變動以外 拿它來玩各種東西 效果非常不錯 真的是讓你 走到啦 玩到啦 全部好像有點Bug 這邊就比較慢一點 但是是可以 解析度看一下 解析度可以調到4K 看一下 看一下畫面 調到最高 播放看 好像頭不太懂 我們用1080P40 就全部放大這邊 感覺有點Lag 但是如果畫面調1080P的話 好像是蠻順暢的 起碼這樣看是沒有Lag OK 我們來試試看別的 OK 播放也可以 可以 所以一般的瀏覽網頁是沒有什麼問題 接下來我們來看看其他功能 那像剛剛我這邊有裝一個檔案總管 所以這邊呢 它就能開啟檔案總管 然後可以開啟像下載的檔案那些資訊 圖片這些都可以 大家有沒有發現 它有一個Play 4G 我就是想玩這一個 它如果能夠裝一般的Enjoy的軟體的話 那其實我是覺得這台就很超值 好 那我們看一下有什麼軟體好裝的 憤怒鳥 我們試試看 Enjoy的遊戲跑怎麼樣 這個呢 大家就不要想說要跑原神幹嘛 好不好 這台才3000塊而已 所以大家就不要整它 真的可以裝 看一下這個錢是什麼 這邊就是Google Document 所以這邊呢 你拿來開文件做編輯什麼的 都是OK的 OK哦 就是不錯 對 都可以 所以說你用這種來做編輯處理 也是OK的 玩遊戲 真的能玩 玩遊戲正常 OK 這個認真講 我是覺得真的是夠用 以我們現在這種用途來說 它真的是夠用 像這種APP類的話 它就是有點像APP的一個感覺 這個其實就跟一般的APP是一樣的 就等於是一個Enjoy手機的感覺 然後它一樣是可以全螢幕 跟放大 然後放回來 在畫面的 左上角 放起來 你可以想像它是一個 不能觸控的研究平板 那這邊就不是Google搜尋 可以試試看 1萬日元等於多少台幣 講笑話給我聽 我爸叫我去稻水 我正在上網就裝忙 我爸有個怒說 你是要P-Bot開始嗎 我只好來個P-Bot 那我一樣可以直接讀我的雲端的硬碟 裡面的照片 譬如 這一點我是覺得就還蠻方便的 然後右下角這邊 就可以看到 這邊就是像網頁啊 藍牙啊 通知 接取螢幕啊 亮度啊 這些都是可以調整的 下面這邊你只要往上移 然後再點一下這個 就可以 可以出現程式級 像我剛剛裝的這些軟軸 都在這邊 剩下的呢 使用起來就跟 一般的Chromebook差不多 不過我就覺得 這台的優點就是說 你可以把它當作一台 很便宜的小筆電使用 然後它也一樣支援 譬如說像視訊啊 或者視訊通話這些 如果說你是預算有限 家裡小朋友 只是單純的上網 或交通客人 遊玩網路 這台我覺得還不錯 雖然說台灣沒賣 我查過台灣最便宜的話 華碩有賣一款 但是價格也是在4990元 Chromebook的話 整體來說我是覺得 還蠻便宜的 但是它能做的事情 就比較有限 跟我們自己去裝的 ChromeOS 它就沒有這個Google 4G 相對來講 放用性會更低一點 那這個會好一點點 但是因為它的處理器 比較低階 所以大家也不要想說 要讓它做一些有的沒有的 也許玩網頁遊戲可以 那就做其他事情 就別想了 就算貴的 能做的事情 也不會比較多 如果你要買這種 簡單工作的一個筆電的話 不建議大家買貴的 ChromeOS大概幾千塊的 我就覺得可以 那以上給大家參考 如果喜歡這個影片 記得幫我按讚 訂閱 還有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次影片見 掰掰